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记得网络上有很多的风险 小朋友要注意隐藏学校老师教导你们的 如果遇到一些不知道来源的讯息 不要转传 陌生的人跟你搭设 千万不要理他 注意自己的安全 当然也要注意领结 你在网络上其实是开放的空间 不要在上面讲不干讲话 讲不好听的话 做一个有礼貌的网络使用者 第二点 阅读好书充实自己扩展视野 这个学情呢我们发现好多小朋友在 星球图书馆开放以后 很多人来接触 非常的踊跃 那老师也希望你们呢 到了寒假的时候 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好习惯 多读一些好书 那网络上也有一些数位学习的内容 我相信各班的老师也会推荐你们 那希望你呢可以静下心来读一些好书 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开一点 那对你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好第三 做了时完成你的寒假作业 开心人间新的学习 我们的寒假作业数量并不多 但是希望小朋友按时完成它 不要挤到最后才来做 那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好那时也希望呢 新的学习呢 我们能够准时的开学准时的 见到小朋友 所以预祝各位同学 新年快乐万事如雨 新年快乐万事如雨 好 永远 非常谢谢你 等一下 可爱的男老虎有个小问题耶 我昨天背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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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过的书回家耶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妈妈说那个好战空间 是不是可以把它回收掉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背了好多好重的书回家 那到底是什么呢 好小朋友你还记得吗 其实可能从上个星期开始 老师呢都有让你们陆陆续续 把一些东西背回家 其中有一个袋子里面 是我们新的学期的教科书 是新的学期哦 所以这些教科书是新书 你还没有读过 所以可不可以资源回收掉 当然不可以 如果你把它回收掉了 现在学期开学 你就没有书用了 所以记得也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家里的长辈 不然他们呢 帮你整理书桌 或者是帮你整理书包的时候呢 以为那些都是不要的东西 全部一起把它丢掉 那你就完蛋了哦 哦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立军主任 原来学校也帮我们准备了 新年的书本的礼物哦 就是这些新的教科书 没有问题主任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它的哦 谢谢立军主任哦 谢谢立军主任 那当然接着我们要听听看 我们学务处的平文主任 要给小朋友什么低音哦 我们请平文主任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学务处的平文主任 要放凡假的 那主任这边呢 要替学务处跟各位小校 学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清洁 然后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尤其是现在是疫情期间 各位小校有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新闻呢 各位我们的疫情好像要有一点点的变化跟升温哦 所以请务处要注意好自己的卫生清洁 记住口罩要戴好 也要常常去洗手 那维持呢一个健康的好习惯 第二点呢 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跟健康的饮食 虽然是在寒假期间 可是小朋友记住千万不要熬夜 那你还是要保持良好的作息 那要适度的运动 那吃东西呢 也要注意一下 要以健康为主 第三点呢 请小朋友一定要务必做好自己的健康自主管理 尤其是寒假期间 你的小朋友 除了不要去不当的场所之外 当你们到观光场所的时候 请注意防疫的相关规定 那也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别人 那祝我小朋友都有一个愉快的寒假哦 咦 我又出现了 因为主任我想请问你 我跟爸爸妈妈可能过年的时候 如果出去大卖场 结果不小心接到了一头假帽子 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 他说我可能跟确诊者有相同的符记 我要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来 假如说呢 有确定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卫生局人们一定会很明确的告诉你是 跟暗号几号几号的重结符记 那卫生局会给个正式的通知给您 那假如是诈骗的时候呢 他就说不出暗号是几号 所以假如真的有疑虑的话 也可以打165反诈骗 来确认一下相关的讯息哦 所以请小朋友要额外小心再确认 哦 谢谢主任这么清楚的说明哦 那没有错 小朋友接到不明的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像我一样聪明的男聊虎一样 要先打165的反诈骗来做确认哦 那当然清楚还想像主任说的一样 注意自己的健康 戴好口罩请洗手哦 好 谢谢银威主任 谢谢你 好 听完银威主任的电影之后呢 再来呢是我们最温暖的辅导主任哦 我们就来请我们的主任主任了哦 好 大家好 各位小朋友要送寒假了哦 是不是很关心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哦 在寒假期间有这么长的假期 要好好的帮自己安排一个好的活动 你可以看一本书 或者是呢 听好听的音乐 跟爸爸妈妈呢去拜访你的亲友 但是也要注意防疫的规准哦 第二件事情呢 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呢在寒假期间 如果家里突然发生 让你觉得不愉快或者是很害怕的事情 不要忘了要求救 你可以告诉老师 或者打电话到老师去找主任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协助你解决哦 最后呢还是祝小朋友 你有一个充实又愉快的寒假 哦 谢谢我们湾奶的主任哦 你们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耶 那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学校的电话号码到底是多少 你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吗 我现在疫情好严重哦 我好怕我的家人被隔离了 我就没有办事了 你可以再告诉我学校的电话号码吗 哦 这边的话呢 不要忘了学校的电话就是五三六三四四八 你可以转八四八或者是八一八八二八八三八都可以 只要你打进来就一定会有人可以接通你哦 哦 原来是五三六三四四八 而且都会有种籍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尾数是八的小朋友都可以试试看 打了过来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求救哦 但是可不可以做恶作剧的导弹啊 不行 我们都会查到牛哦 对 因为学校的听说学校的电话是会有来电显示的 这可是我聪明的男俩虎知道的事情哦 所以呢再重复一次 零三五三六三四四八 有问题随时找学校的老师求救哦 好 谢谢温暖的主任 哦 再来 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校舍 到底怎么样的开放呢 我们就要请到我们厉害的总务主任 进来主任来跟大家说哦 哈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总务处的进来主任 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寒假快乐 新年快乐 好 那这里老师要送你四句话 洗手防疫是必须 节能省水莫忘记 公务私务都爱洗 爱回地球 请努力 还记得吗 这个学期总务处陪伴大家 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的宣导 那刚才呢 学务处有告诉大家 现在是防疫期间 洗手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洗手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留意 不要做不必要的浪费 你在清洁还有洗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水资源 你是可以好好的妥善使用 不用把水龙头开到最大 那样子是没有用的 也是没有必要的 那再来呢 提醒大家公务私务都爱洗 刚才教务处有说 已经先把下学期的新的教课书发给大家 相信每个小朋友一定都非常爱洗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课本 可是呢 校园中 班级里 或者你的家里面 有任何大家一起使用的公务 也请你拿出一样的态度 好好的爱洗它 寒假期间 男寮国小的校园 还是有开放的 平常在我们的老师友上班的时间 我们的开放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9点 那假日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 我们非常欢迎你回到学校来走走或做运动 但是请你遵守防疫的规定 也请你看到学校的任何的公务 请你好好的爱洗 还有我们的溜滑梯的围离 还没有拆除 请你不要靠近工地的范围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做到这些 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才能让它永续经营 这是主任给大家的小小叮咛 嘿 主任我又出现了 哈啰 男老虎 但是我今天要进来校园 可是呢 叔叔叔叔伯伯就 警官伯伯就跟我说 你要食灵质 那到底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 我又好想进来打球 我可以怎么样才能够健康安全的进到校园呢 好 如果小朋友你没有办法使用手机 当然小朋友年纪还小 你不会使用3C的产品 那我们在警卫室呢 请你明确的登记你的班级和姓名 让我们知道你是谁 这样我们才能放心的让你进到校园里面来 你也可以放心的知道 原来学校里面每一个进来的访课都是有登记的 你安心 我们也安心 这样大家都会很安全哦 哦 谢谢主任的说明 那这样子我就不用一直跟爸爸妈妈吵着说 要带手机来打球了 因为带着手机放在篮球架 我也好怕被篮球砸破 那就谢谢进来主任的说明哦 谢谢你 好 谢谢男大虎 拜拜 我们听完小学部的主任们的丁丁以外 当然我们还有可爱的张玉帆跟海森帆的幼儿园的宝宝们 我们来听听看佳佳主任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丁丁跟祝福哦 嗨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幼儿园的佳佳老师 提醒你们在凡假跟过年的期间 出门在外可以要跟爸爸妈妈 或是你们出去一起出去的大人牵好手 这样才不会走丢 小手呢也不要都摸摸吸摸摸 把细菌都带回家 要记得长洗手 然后口罩都要戴好哦 第二点呢如果你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就不要看太多的电视和手机 要记得多运动 身体才会健康 那希望我们开学了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相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佳佳主任的丁丁哦 佳佳主任你刚刚说了 我们出门在外都要跟大人手牵手 那万一我今天去逛大卖场 我走丢了怎么办呢 我也不会打电话 刚刚淑菊主任有说可以打电话 可是我也不会打电话 这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请卖场的服务人员 看他们穿配心 或是在按收银机的那些阿姨 请他帮帮忙 说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走丢了 请你帮帮我 他会带你去广播室 喊爸爸妈妈的名字 所以请问你爸爸妈妈的名字 有没有记得呢 不可以说我爸爸叫做老公 我妈妈叫做老婆哦 赶快回家问爸爸妈妈的名字哦 哦好哟 我想我一定可以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 如果我真的忘记的话 我可能就会大喊 我是南辽妇佑张一班的小朋友 这时候可能卖场的叔叔 会帮我打电话给学校 对不对 没错 记得我们是南辽妇佑什么班 张云班跟张海豚班的小朋友 他们就会打电话到学校 请老师帮忙哦 好谢谢家家主任 那也请请小朋友 一定要跟好爸爸妈妈们哦 过年期间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呢 还是要希望开学中 能够见到每一个小朋友 好谢谢大家主任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听完了所有主任们的 丁丁跟祝福 那当然最后最后 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表幕是谁呢 要做会长 但是呢因为呢 疫情升温 所以会长呢 这时候呢就不方便进入校园 所以呢 会长跟校长 就要给小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南辽妇 要一起给小朋友 新年的祝福哦 新年的祝福是什么呢 好第一个是 给你健康 补你健康 给你一个好健康哦 让你快乐 让你平安 大汗都烫 那当然 最后校长还是要提醒你 寒假生活的 一二三哦 一 刚刚交出去有丁丁 要记得完成了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阅读 或者是完成寒假该做完的寒假作业哦 好 三 三 三是什么 很重要 我们的有健康身体就是要不要忘了 每天要运动 三十分钟 好 所以你的寒假 一二三 一个小时的学习 两间家事 还有三十分钟的运动 请你不要忘记了哦 那今天呢 是南辽妇呢 首次登场 那在这里呢 最后呢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够虎虎生风 虎年行大运 平安健康哦 我健康 我健康 大家都健康 我们南辽印象 下学习见哦 拜拜